作者,不评则明,出片来自网络8月25日,据环球网报到这儿,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刚刚敲定第四次仿潮日期后, 一向热衷于推特治国的特朗普连夜作出重大决定,发表推文要求蓬佩奥取消下周防潮计划,趁半岛被帮无核化问题上没有取得足够进展,转眼间,原本不断趋于缓和的半岛局势骤然升温,韩国方面当即表示,美国推迟或取消蓬佩奥放潮的决定是不幸的,不利于半岛无核化进程, 并将就此与美国和国际社会进行协调,自从半岛被帮发出愿意拆除核武器的声音以来,美国白宫也开始了精彩的表演, 特朗普政府内部围绕潮和问题在不断唱双簧,国务卿蓬佩奥希望能与半岛被帮达成协议, 但国家安全顾问博尔顿的立场却相左,甚至还粗暴地提出了利比亚模式,即必须无条件拆除所有武器, 美国才考虑减缓制裁,这引起了半岛北方方面的极大警惕,毕竟卡扎被惨死的前车之间就摆在那里, 只是招美前妻的谨慎接触中,特朗普总统的态度还是倾向于前者, 毕竟上台以来的外交成绩单惨不忍睹,需要找点亮点支撑能源, 可抢言观想应付到现在,这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也有些挺不住了, 最终还是露出了本来的面目,今年元代以来,招美关系迅速破冰, 双方竟破偏荒同意,以对话方式解决半岛, 双方首脑之间的历史性会晤,也在一波三折之后如期,举行, 还发表了一份愉快的声明,结束极端敌对关系, 共建新型张美关系,积极实现半岛和平, 随后美国立即为半岛北方量身定制了一份契合时间表, 即半岛北方在半年左右时间交出60%到70%的核弹头, 而对于半岛北方提出的安全诉求, 北方却假装是而不见,只是开出了一张空投支票, 甚至有半岛北方完成了无核化,才谈其他的条件, 这样一份相当于自非武功的霸王条款, 立马遭到平安方面的颜色拒绝, 毕竟联谊和协议,这种白纸、黑子的合同, 美国都能说死就死,谁还敢拿国家的命运去换一个特拉普化的大饼, 尽管如此,半岛北方还是挤足了诚意, 金特会后,半岛北方即停止核试验, 核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之后, 炸毁了中西里试验场, 拆除导弹发射场设施, 归还美军遗憾, 但这些务实举措, 实在难以为保美国这个大卫王。 今年5月, 在蓬佩奥结束半岛北方访问后, 美朝双方列腾开始加剧, 甚至一度闹出口水官司, 美朝坦怕刚落地, 蓬佩奥宣布会谈富有成效, 但朝方指责美方的无核化要求是废图式的, 十分令人遗憾。 但脸之余, 蓬佩奥老羞愁怒, 强硬表示, 对半岛北方制裁不变, 在离开平衡抵达河内后, 蓬佩奥还是选择忘记此前的不快, 继续开展对朝攻坚工作, 并格空喊话, 提醒半岛北方要向越南学习, 积极和美, 国搞好关系, 而半岛北方对美国这样毫无诚意的表演早已丧失了兴趣, 半岛北方外务省再次发表讲话, 痛斥美国古春对朝制裁打压, 并称半岛北方旅行招美峰会联合声明的意志始终不变, 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力也坐不住了, 当即发表威胁, 称美国的那些是有限的, 不愿意等太久, 回顾半岛问题的历史进程, 几乎总在关键时刻出现倒退, 归根到底就在于美国方面的口汇而是不治, 总想空手套白狼, 精明的特朗普也在玩着同样的套路, 漂亮话讲了一箩筐, 而物诗举措几乎没有, 完全打乱了招美谈判的节奏和气氛, 可以预见的是, 面对半岛局势出现的尴尬局面, 特朗普还要连巴几条推特, 严正声明, 多加自媒体未经授权, 在微信平台抄袭阿尔法知识的文章, 给我们造成很大困扰, 如果有需要, 请光明正大的联系晚号管理员猜白名单, 原创不易, 谢谢配合。 视频道出现的样子, ,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